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新闻一开始 让我们来关心花莲县议会所进行的 定期大会总咨询的议程 先议员胡仁顺在8号 特别针对了大花莲多年的殡仪馆迁移议题 咨询县长徐真卫和相关的局处 胡仁顺当场出示承诺书 要求县长徐真卫签署 承诺在任期内要推动 选定花莲市立殡仪馆迁移位置 徐真卫则是在议员的要求下签署 并责成相关局处 尽数的规划相关的旗程 将具体推动的进度 密切的和议会来进行说明 花莲县议会第20届第一次第几大会 胡仁顺议员8号进行宪政总质询 正对大花莲多年殡仪馆迁移的议题 支援县长徐真卫相关局处 胡仁顺表示县长徐真卫在事实报告当中 提及为打造市区观光核心 东大门区域建设计划 以制处相接待的为轴线 创联作为观光资源 但是绝口不提在轴线末端的殡仪馆 是可以忽略还是无形处理 殡仪馆已经数十年从未改变 现在的环境 我想大多数的花莲乡亲都有经历过 每当我们花莲县的乡亲 办理后事 带着我们身心俱疲的身体 还要面对这么二子的环境 所以今天特别利用我总咨询的时间 来询问我们徐县长 也请我们徐县长立下承诺 要承诺我们花莲县32万的乡亲 承诺我们乡亲 在我们徐县长任期内 要选定我们花莲县生命园区的位置 来兑现对我们所有32万乡亲的承诺 两年为一次 那每一次都花费上百万的公堂 那做了好几次 一直到目前都还没有选定位置 刚刚徐县长在回复的当中 也告诉我们花莲县的县民 要重新启动我们可行性的评估 那我想快则一年 慢则两年 在所有生命园区要完成的时序 大约落在快要七年 慢要九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特别 请我们县长立下这个承诺 胡伦桑当场出示承诺书 要求县长许正会签署 承诺在任期之内推动 选定花园私立殡仪馆 迁移位置 现在许正会则是在 预言的要求之下签署 并制成相关局处 尽数规划相关旗程 将具体推动进度 密切与议会说明 记得喜欢广稍微老 实际行 大魔 honey 胡伯桑ちょっと